欢迎收看传媒对焦 多伦多市府为了应付巨大的资金短缺 考虑采取新的措施 周财困问题制定长期计划 我们通过Zoom市场请来多伦多市长周智慧和我们谈谈 周市长你好 你好 Olivia 最近听到最多有关多伦多的新闻 都是说多伦多市府面对超过10亿元的财劫问题 一个赤字 究竟这个情况比我们想象中有多坏 市政府不可以有财政短缺 现在我们正在用一个叫做reserve fund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短缺的问题呢 就是我刚刚担任了市长 都未够80天 就是因为COVID 那个时间 昨晚很多人没有搭公共交通 还有有些人没有屋住 所以那里用钱用多了 就是两年前 那变成这个短缺 就不是一天是整成的 是这一两三年来职埋 那变成我们一定要是 就是无论是建多一些屋宇 或者公共交通搞得好些 不用那么塞车 这些每一样东西都需要多些钱 所以我上个星期就上了乌台华 和联邦自由党政府 是谈谈这个问题 你刚刚提到的 其实他们说市府是不能有这个赤子 但是现在多伦多面对着 这么庞大的一个财政困难 那是不是只能够是要求 可能另外的两级省府 又或者是这个联邦政府出手呢 如果是要他们出手的话 那你刚刚都提到 你去到阿泰华那里 其实他们的反应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就算是加税加到很高 都不够钱 因为我们多人多城市 每个市政府 无论是全加拿大哪个 温哥尔华也好 Winnipeg 多人多 所有的市政府 只能够拿个地税来加的 那如果你不可以这样加税 所以呢 就一定是要由省政府 和联邦政府来帮忙的 那就 其实我不是第一个市长是这样做的 就是这十几年我们都听过的了 市民都听过 就是每个市长都是要求一个 一个财政的方式 就是变成了不需要连连去求钱 而在阿泰华就有几个部长 无论是房屋 infrastructure 工电 还有我和财政部长 有关联系政府 有谈的 而他们都明白到这个问题 也都明白到 多人多是全加拿大最大的城市 我们的公共交通一定要搞得好 一定要建多一些房子的 如果不是呢 现在老人家也好 等到老人家大厦 或者是新来的移民 租租这么贵 或者公共交通 巴士等到外 室为有救 所以他们明白到 需要对多人多政府有资助 其实你提到 不论是房屋部长 又或者是和其他几个部长都谈过 看看联邦政府 能不能够在这个财政上面 可以帮助到多人多市府 但是似乎之前的话 他们都是说 你去问散府 问散府拿钱 是不是好像大家把波推来推去 那样 那结果在你这个位置 你又怎样可以争取到更多 他们的撥款呢 没错了 我上个市长就写了封信 是给财政部长 那就回来的消息就是不好的 就说我们去和省政府谈 那好像乒乓球那样彈来彈去 那我们就上个星期 我就去和福特 省长就谈谈 他因为自己住多伦多城市 自己以前也都做过市议员的 那他就告诉你这样 我们做一个委員会 可以大家谈谈 他明白到多伦多城市的问题 他也都明白到 他也都投资了 帮我们手 帮我们手 让很多人可以有地方住 他也都投资了一些钱 所以这个是上个星期 那现在呢 我们去和联邦政府谈 他就容易谈了 他说OK 好了 你和省政府谈了一些 未曾有全部的答案 但是所以我们好做些 我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 是三层政府不要争论 都是一个市民 所以就不如大家一起合作 一起去做多些好的公共交通 其实当多市政府 老人家服务也好 托儿服务 警察 治安 打911有救伤车 有消防人员有盗 或者一个食水 那些路太凹凸不停 要搞得好些 新闻仔游泳 就是社区中心 你想想和公园 全部都是多人多政府的 DVP 大家很多人在Done Valley Park 那些也是多人多政府 那其实整个加拿大来说 所有的highway 就是省政府负责的 除了多人多城市 Gardiner DVP 不是省政府的 雖然就是你住Markham Richmond Hill 都是用DVP 就是很多市政府去资助 變成你看到Gardiner 就比较旧一些了 有朋友来到 你的Gardiner是这样的 那就是因为市政府 做了很多省政府 聯邦政府的事情 錢就没有 服务就由我们做 那就不是很公平 所以现在就是看看 有没有办法 尤其是Gardiner 那些其实应该是省政府 没有理由市政府去搞 所以这些不同层面 就要搞得清楚些 變成不用说 那些路路不停 等巴士又等得久 所以这些我们希望 可以的服务做得好些 我想对于多伦多的市民来说 最关注的都是说 一听到多伦多说 因为不够钱 会不会有很多加税 又或者可能会有一些 user fee 一些用者自负的费用会增加 那我们现在知道 在这个可能是 屋上面会有一些 豪宅上面会有一个的税收 但是其实 未来会不会看到 有更多的其他的税行 豪宅就是 一百人之中有两个 就是百分之二 那对普通市民是 没有什么影响的 另外就是 如果你丢空屋羽 是 你要 不是只说 两三天 或者几个月 几年 那里就要给多些 那里给百分之三 多少少 那些 但是 那些加上了都不够的 始终都是要 其他层政府 因为我们除了地税之外 就没有办法说是 加税的 就是我们也不想 因为地税 有钱没钱都要给的 那其实很多城市的地税 就比起 麦克林市 麦塞萨加市 就低了 那 但是我们 没需要说到地税 因为明年三月才说 我为什么现在是 和省和联邦政府谈呢 就是希望如果他们可以 帮助到 支助到 我们不需要说加税 不需要说加地税 所以这个是一个准备 就比较保护住多很多市民 那我们也不想削減 削減 一些服务 少一些警察 是的 不想服务 你加公共交通 TTC的钱 那都是影响到市民而已 要不要去游泳 去公园 应该是免费的嘛 就算如果是 學打羽毛球也好 學什麽 就给一些 不要太贵 所以你加那些所谓user fee 也都不好的 因为你现在市民这个生活水准 那里很重要的 如果你一样加 你别人不够钱 也都搞不定 所以我们就 也都不想减服务 所以为什么 譬如安省政府 他们那个 它有剩余的钱 即是surplus 有22 billion 即是220億 是吗 22 billion 哇 是220億 我们有赤字 他们 因为他们 那些服务全部都给我们做 譬如Gardener 那些服务给了我们做 他们不需要 把钱出来用 所以他们的盈餘 其实是可以考虑 用来资助多伦多师傅 是的 就是希望是这样 那就变成不需要加税了 不需要层层政府 不需要加税 那你整个钱坐在那里收利息 我们是 因为每次有什么服务呢 都是市政府做的 所以结果的话 那种重担就落到市府那里了 明白了 不然 如果不是 但是我们给那些区域 那些区域给他 街舞南 拜托你去做 以前是的 是 在这20年前 就是给了市政府 公共的那些公屋也是 都是有一堆 就是安省政府 他又给了市政府 各种都给我们做 我们不足够 全部都加注于在市府身上 明白了 谢谢你Olivia 今天和我们详细讲了 究竟其实现在多伦多面对 一个怎样的情况 亦都希望两级政府 可以报款资助多伦多市 谢谢你Olivia 谢谢 各位如果想重温以上节目内容的话 可以去到本台的网站 点击节目重温里面的传媒对焦就可以了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